欢迎收看玩具都是我的小孩 今天我要开箱的是我那个农历过年前就订购 今天终于收到的东西啦 好那你看我前面站着这个 这么多可爱的那个Sony Angel Baby 就知道今天要介绍的是 这个就是Sony Angel 他在那个新年期间推出的兔年新春节日礼盒 他每年都会推出一个这个节日礼盒 然后今年是兔年 所以就会推出跟兔子有关系的咯 然后这次有两个版本 首先是橘色的跟这个紫色的 那我们从橘色这个盒开始看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礼盒非常的有特色 他有一些跟过年有关系的图案 像金元宝啊花朵啊鞭炮 然后烟花 这应该是糖葫芦跟灯笼 哇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他简影就是这一只主角的这个兔子的简影 好像是一只锤耳兔哦 好然后我们看看盒子 这边写着Happy New Year to you 然后这有个兔子的图案 超可爱的 然后这边这边这边有写英文 哈哈 哇这个是希望他可以带给你带来很多快乐跟幸福 后面是一样的图案 然后呢 他这个做的都像是一个礼盒 然后也像一本书嘛 然后他这边都是 登登 有点那种磁吸的 首先打开就会看到这次呢 他这次会附赠有三个这个 像是红包或者是小信封或卡片之类的东西哦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首先出现的就是这个吹耳兔的图案 后面是这样的 我把它打开啰 他一包有三个 哇这个 这边有写Happy New Year to you 然后是一个信封嘛 还有还有一个巧思就是 你看登登抽出来 他化身成一个书签也蛮棒的 然后整只兔子的那个图案 然后站在这个盒子 哇这个图案真的好美哦 我觉得后面也有这个比较稍微隐隐约约的图案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红包信封 另外呢我们公仔就藏在下面咯 你看他用这一个保护者非常的小心 好主角就在这边我把它拿出来咯 当当这是我们这一盒 他的名字叫做吉祥兔 橘色的锤耳兔兔非常的可爱 然后他穿着这个这个小披风 然后身上都是橘色跟白色 然后这个披风有点珠光色 然后呢这个官方是说 他这个上面这个图案圈圈像烟火一样 然后后面有写个lucky 我是觉得除了像烟火也蛮像 因为他是橘色又圆圆的嘛 好像是好几颗橘子组合在一起 有没有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只橘色的吉祥兔 那我来看下一盒咯 第二盒基本上他的设计图案跟风格 跟前面一盒一样 只是配色不一样嘛 是紫色系列 然后他一样是打开有那个 赠送的三个小信封 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 登登 好 紫色的 然后他是长额兔哦 你看有一个兔子耳朵躲在这边 后面的后面也是这图案 而且我觉得他这图案比较清楚 哇我超喜欢这个风格的图案 好那我们把这个长额兔交出来 登登 哇非常的可爱 他的名字就是如意兔 紫色如意兔 那我们赶快把公仔拿出来看看咯 哇这就是我们的紫色的如意兔 好然后他呢他是穿着我们的那个中式的传统服装 你看这边好这个这个纽扣在旁边 好然后全身就是有这个 这个他的图案好像就是花朵的图案 后面有写的这个哈皮 然后他是长额兔 可是我发现他跟我们一般之前的长额兔 你看之前的长额兔吼 兔耳朵比较长比较集中 然后他是比较圆润一点 然后有一点往外翘这样 我觉得心里有的新造型气象也是蛮不错的啊 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是我们的Sony Angel 他在兔年推出的这个新年的那个节日的礼盒 有这个橘色的吉祥兔还有这个紫色的如意兔 哇他们两个都超可爱的啦 好我请他们两个来说几句吉祥话祝福大家 祝大家前兔市井 红兔大仔 新兔年行大运发大财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们一样快乐跟幸福哦 新年快乐 大家下次开箱见啰 拜拜